国产豪华品牌领克,今日6月28日再推一款实力型SUV,领克02,新车定位紧凑型跨界SUV,相比01的外观,更为低趴,时尚, 此次新车上市8个版本车型,分别以唇、妖、进以及他们的Lite和Pro版命名,此前新车预售价为14.2到19.8万元,而正式售价仅12.28到19.28万元,外观上,一眼看去与领克01十分相像,先不说是否时尚帅气,至少原创度非常高,整体设计给人一种标新利益之感, 要问外观与01有什么不同的话,最为明显的便是更具运动气息,激进的前脸和大尺寸轮毂都增添了几分霸气。 尺寸方面,领克02在同级车型中,乘坐空间属于较为优秀的,其三围分别是4448星、1890星1528毫米,轴距为2702毫米。 日常家用的话,空间毫无压力,内饰设计方面,02秉持着领克家族一贯的简约风格,简单而大气,用料材质烤酒,皮质包裹或者软性材质等方面,时下比较常见就不多说了。 中控配备的10.2英寸大屏十分醒目,拉伸了整个内饰的科技感。 LED光源方面,可谓是领克品牌的拿手好戏,01如此,02同样不例外,内饰流光式氛围灯,七彩Rambo小夜灯,以及各种辅助光源。 晚上同时打开的话,绚丽十足,差一个话筒就可开唱了。 以上提到的都是些常规配置,很多同级车商都能见到,而赛车级一体式运动座椅,搭载换挡拡片的多功能方向盘,具备跟车排队功能的自适应群航功能。 博格华纳智能四驱系统,以及17项智能辅助驾驶系统,使得领克02更加高大上,整体感受不输几十万的豪华车型。 动力上,新车搭载1.5T和2.0T两款发动机,其中1.5T发动机又分为高,低功率两个版本调校,最大功率分别为180PS和156PS,峰值扭矩为245牛米和265Nm,与之匹配七速施式双离合变速箱,2.0T车型最大功率190PS,最大扭矩300Nm。 其中两驱车型匹配6档自动变速箱,而四驱车型则匹配七速施式双离合变速箱,从参数方面看,1.5T高功版最大功率,与2.0T发动机相差并不明显,而充足的用料和丰富的配置,其部价定在12.28万,也不是那么难以理解了。